全堂诗卷58121 商山早行 温庭云 晨起动真夺 刻行悲故乡 鸡声毛电月 人计板桥霜 胡叶落山路 指花明一强 阴思杜陵梦 福宴满回堂 全堂诗卷58121 商山早行 温庭云 晨起动真夺 刻行悲故乡 鸡声毛电月 人计板桥霜 胡叶落山路 指花明一强 阴思杜陵梦 福宴满回堂 这首诗大致的意思是 黎明起床 车马的铃铛 已叮叮当当响起 出门人踏上旅途 还一心想念故乡 鸡声嘹亮 茅草店沐浴着 小月的余晖 足迹凌乱 木板桥覆盖着 早春的寒霜 枯外的胡叶 落满了荒山野路 淡白的纸花 照亮了驿站的泥墙 因而想起昨夜梦见 杜陵的美好情景 一群群浮宴 正熙细在明镜的池塘 这首诗 准确雪作年代 已不可考 但联系温廷云生平 他曾认隋献位 徐商镇襄阳时 他辟为巡观 据夏成涛 温飞清戏年 记载 这两件事 均发生在 唐玄宗大中十三年 公元八百五十六年 公元八百五十九年 当年温廷云四十八岁 自长安赴隋县 当道出商山 此时当时温廷云 此次离开长安 赴襄阳 投奔徐商 经过商山时 所作 温廷云 虽是山西人 而久居杜陵 以视之为故乡 他久困科长 年近五十 又为生计所迫 出为一县位 说不上有太好心绪 且去国怀乡之情 有所不免 温廷云 唐代诗人 词人 本名其 自非清 太原其县人 富有天才 文思敏捷 美入世 鸭官运 八叉手 二成八运 故有 温八叉 温八银 之称 然持财不羁 又好讥讽权贵 多犯忌讳 取赠于时 故履 举尽事不地 常被贬义 终身不得知 观中国子助教 精通音律 诗词 诗与李商隐其名 诗称温礼 其诗 词早华丽 其词艺术成就 在晚唐诸词人之上 为花间派首要词人 对词的发展影响较大 在词史上 他与伪装并称温伟 现存诗三百多首 词七十余首 后人即有 温飞清 即监柱 金莲吉等 鸡生毛电月 人计板桥霜 我认为花间派首要词人之上